完了三个招待球 这次各有千秋 先来这个黄的吧 里面都是有馅料的 我自从一发这个很多人就是让我去厂里上班 你别光给我指明方向不给我路线 你让我去哪个厂上班的月薪多少我 我这本科学历人家看得上吗 要求是啥 你跟我说一下 你好让我有个方向 这不用舍近求远了 我们家那边就有个链钢场 你把我安排进去吧 把我安排个中高层年薪40万那种 我现在立刻打包就可以走 说好的职业不分高低贵贱 可是你羞辱我嘲讽我的时候 总是让我去厂里上班 你什么意思 哦 对这个是卷的泡沫球 这个我的馅料卷的有点大 是我随便找了两团泥放进去了 有点像吃豆仁 哦 好沉重里面这个馅儿 爱像彩虹 吃定彩虹 这个好像食人花呀 有点像植物大单僵尸里面那个土豌豆的拔拔射手 哎呀 这个是左旋卫半价的一块泥 它太干巴了 所以就我觉得很适合裹到这里面 我就裹到这里面了 好 一股浓浓的巧克力味好香啊 这个我还弄了好几种颜色 还弄了馅料 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我还以为我里边裹的馅料会崩出来呢 并没有 一团烂泥 怎么还一股臭了的味儿啊 在里边闷久了 闻着点馊了 哇 这个看起来好空洞啊 还可以翻过来耶 阿伯阿伯 好像那个人的唇纹呢 你的墨镜 你的眼睛 亮晶晶 像风铃 一眼就坠入仙境 这个卷完好几天了 这个里面是啥呢 你看表面都已经干涸了 有人说想看 就这样只滑一层 滑一整 滑一整烫是啥样的 我也想试试 放了好几天了 他还是没怎么消泡 哎 接上了 哦 这样像一个眼距特别宽的那种小怪兽 小恐龙 整个横着拉开是这样的 大号马卡龙 我昨天吃的华莱水汉堡差不多就这么大 哦 吓死我了 这个力气有点大 这个是我放的那种小猩猩水宝宝 是不是看起来特别有仪式感 我感觉求婚的时候可以用这个东西 有没有人要结婚 有没有人要求婚 我给你捆十个新鲜就要再求送给你 怎么样 我是不是超有创意 我超会制造惊喜 满地都是我的爱一片狼藉 这个色彩搭配的很大半 不愧是我 你的眼睛 亮晶晶像星星 这个 哎 好多了 这个我是卷的水雾魔珠 然后我没有把控好水的水量 哇 像不像我脑子里面的水声 有点像那种肚子里面喝多了水的声音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朝哪好呢 朝墙也不是那么回事 我往一边躲着点 我往一边躲着点 你们帮我看着 这个水屋魔珠已经被泡成浆了 水屋魔珠已经被泡成浆了 这个水屋的太大了 我我之前水屋魔珠就是混到泥里面玩的 我不确切这个水屋魔珠它能吸多少水 我是一比一价的水 它唏嘘 把我妈的衣服都喷满了 已经上房了 没关系 人生在世 你很难确定下一步是惊喜还是惊吓 没关系 没关系 我碰了腿了 我的腰空气 这个好像西红柿鸡蛋汤 有点像松子玉米甜酸口的